啊,我是嘟嘟 一个粉丝也不绕我的游戏 发不出 作为一个受万钱冲碍于一身的英雄 李星就一直广受大家的嫌 一样是随着版本的变化 但感觉伤害暴标的李星 被反甲逼成了一个刮沙老师傅 所以提起光系 你是不是先想到保安这个词 啊,确实 问题是现在保安也不好做啊 以前的李星是这样的 看到没,严手搞地 连一个小鞭都放不进来 但现在的李星可能已经变成了这样子 瞧,多么呆 稍底,咱们游戏目标是什么呀 当然是推塔了 虽然李师傅移植手家是合理嘛 这非常不合理 不过咱们可以把爱情 塑造成一个没有感情的头发机器 直接俩字相容 刺激 正好粉丝给我发来了干扰李星的套路 那嘟嘟直接去给我的粉丝宝贝安排拍上 先把充分两个字打在公屏上好吧 在鞋带干扰的同时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的书装 攻速鞋,漠视,电脑带了不足的攻速和伤害 拖摘鞋和奔狼提供起飞的移动速度 当然了,这里的奔狼也可以化成主日 如果有条件 朋友们还可以带一个大桥一起打 尤其是当你开启干扰之后 大桥放一个圈圈在塔边 无视对方全心拆它 拆完塔之后我们瞬间回家 甚至还可以再放个大招回来继续拆 拉屎直接就把对面的高血压拉满 好的,那我们进入时间对抗 跟你们讲啊,一级的理性千万不要送对面 虽然你是吹自己,但是我有打巧啊 好家伙,一级就让辅助跟着对抗路 我居然还有脸在这里逼逼来来 面对我们强烈的压迫感 中文也看不下去了 果断地叫上了自家辅助 然后他们七十凶手地送了一个 伤侠 不过咱们在压线的同时也要注意 锤子眼的控制啊 加上咱们打得这么凶 对面中路难免会支援支援的 这个时候就突显走位和大桥的重要性了 只要你打不死我 也就直接坐着电梯到架 这我被锤子眼识化之后 一个小走位扭一下躲掉技能 拜拜了朋友们 我回家了 瞧 动不动 已经咱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打家的 等着他们去支援的时候 偷偷拆掉他们的塔 才是咱们的首要目标 等到拆完上塔 咱们就自由了 先拆掉对方的下塔 完全直接压中就OK 把面上是残血了 可惜对面 根本杀不掉我的吗 我说你害死一样 我到家了 不过有一说一 这个套路 打架的能力确实是很弱 很容易被对面的 高波发英雄 打得直接团变 但咱们倘若把重心 放在带线男龙偷塔上 就变得非常合理 这被20分钟 风暴龙王刷新了 马可和真机两人手架 韩信和我一起打龙 大跳在我们旁边一边 出意外时及时回家 干将发现我们在偷龙 没关系 有高级动心的韩信 先去轻松解决干将 我只要专心打龙 然后我们就可以 不是 韩信怎么 暴龙在干将手里啊 走你 所以有时候吧 我们不能过度仰仗别人 自己的事情 还是要自己做 大跳一技能 必出干将一技能 二技能减速 加平A解决干将 然后在龙坑边缘 拿下暴暴龙 下路开干扰 无视手缘 上海直接摧毁掉 对面高地的招求部 等等咱们下一批龙到了 咱们直接顺着下路 冲袭对面老家 被干将两件插残了没关系 我们走位躲下 干将四之前 你以为瑶瑶杀死我了吗 哼 太天真了 没想到吧 我还有明刀 龙血量上游 大小放大 等到下一步我们传送回来 就是你干将的死心 有朋友这个时候肯定想说 杜师傅 你这个视频全是头塔片段 怎么不来点帅气的击杀 啊 确实 那么别眨眼 给我五秒钟 让你爱上暗心 钟燕香兵举起锤子的时候 我们被瞬间实话 太天真了 没想到吧 钟燕老子不仅供速快 而且老子还回想 嗯哼 哈哈哈哈 我也扶我讲 你还想跑 我就不信你一锤才断 嗯哼 不是这他妈关羽 跟着乱顶啥呢 跟着对墙蒙顶 卧槽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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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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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女 pastor 那个 你 Fellows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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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这波进船了 我进场了朋友们 进场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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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起来了三杀了朋友们 看到没就是这么简单啊 激烈提提 切C无压力 四打一兄弟 不是不是四打一打四一打四 一打四 你看见没有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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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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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